平时做准备 灾时不狼狈 欢迎收听Vosite Taiwan 防灾台湾 台湾防灾产业协会 致力成为台湾推广防灾产业的平台 提升台湾灾害韧性 大家好 我是防灾产业协会的邵薇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来宾 我们今天就是要特别邀请到 韦克公司的Michael 帮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产品 然后送给协会的这些展示品 是他们目前应用在全台湾各地的 一个防汛重要装备 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把镜头带到 韦克的Michael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向各位展示介绍 我们由瑞典引进的活动式防洪板 那今天我带了整套的这个 boxwall family的家族 可以向各位展示 就是说瑞典现在各式规格的 这个防汛的防洪板 Michael真的很谢谢你今天来到协会这里 然后你今天带来这几个板子 我觉得它颜色好美 这个颜色是什么 然后它这个设计 它这些板子是为了什么而使用 然后你们为什么会带它进来 这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蛮可以稍微提一下的一个小故事 那当然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已经将近40年的一个进出口贸易商 对那我们一直都跟欧美国家都有蛮长期的合作关系 那我们老板也经常的往返欧美各地 那时常就是找寻 就是说能够带给生活便利的一些商品 那当然防汛这一块其实也是在我们 大概七八年前 因为我们老板 他家中车库的宾室 因为台北的豪雨急降雨 就瞬间就是在短短的那一个小时之内就灭顶 他的爱车毁了 他也花了大概非常多钱去修这台宾室 所以他当然就非常气愤 所以他就想说 因为当然他们家原本就是装传统的那种组装式的闸门 对但因为他们闸门就是 因为他常出差 那他们那一栋社区其实能够装闸门的男兵其实不多 那一天急降雨刚好是在大半夜 就是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 那我们老板在上海接到我们老板娘的电话 就说啊下大雨了 车库好像要淹水了怎么办 那我们老板就想说那你要赶快去装闸门啊 或者是请邻居帮忙啊 但是其实你知道女孩子可能对这种事情就比较没有 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堆下巴或闸门 没有办法立即的反应就任由水淹进车库 然后把车子灭顶 那我们老板也因为这个事情就开始在找寻国外是不是有更便利的方法 的防水运产品 那就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瑞典Noak 是是是 进而跟他联系 然后变成为台湾的代理 了解 对对对 哇那这个板子啊为什么它的造型各异而且有大有小 它是针对不不一样的那个水的高度吗 是其实瑞典这个Noak这个发明人他叫Siger Siger Merlin 他是一个工程学的一个工程师是水利方面的 所以他非常的专业 那他其实最早他是发明一个充气式的防洪墙 它是也是类似这种概念 就是他充气式之后是一个圆柱形的球体 然后他是底部有个帆布 所以其实看起来也就像是一个L型 那他其实就是借洪水来的时候将那个水的压力 就是压住底部的帆布 那上面充气的球体呢 就进而做到挡水跟倒水的一个效果 那他利用他发明了这个Tube wall 就是充气式防洪墙 就是在另外就是同样的概念 他衍生开发出这个L型的挡板 因为充气式防洪墙它的量体是比较大 体积比较大 那当然在国外像瑞典这种国家 因为他们是属于住那种house 然后都是nearby在这种河道或是旁边 那他们会淹水不太像是说 可能像我们台湾像是这种极端的这种极匠 他们多半都是可能是像是山上的龙雪 龙雪以后他们可以预测说可能两三天后 他们那边可能水 河水会涨起来快速的烟涨 可能会蔓延到河岸边的一些房屋 有时间做准备 对有时间做准备 所以Tube wall的应用是在这里 但是后来他们有发现有一些地方 他们可能并不适用Tube wall 就是说在于就是说 因为真的是需要很紧急很快的时间 所以他用他的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开发出了这个L型的输挡原理的防洪板 最早那当然他是就是做这个50公分高的挡板 那他一片各位可以看到他其实非常的轻 哇那感觉 对他一片就是6公斤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 在做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其实都可以轻易的举起 那比起就是说 相信大家都知道传统大家普遍认知的 防水的概念可能就是要堆沙包 那堆叠沙包就是非常的耗时费力 对还要想一下怎样不会漏水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 沙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泡过水或进过水更重 而且不易变形 有时候你可能泡过水的沙包 你要再堆叠 你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在那边踹啊 干嘛 对还要让它塑形 最后受不了 然后甚至沙袋还破掉 让它破口 对对对 还是一样进去 种种很多的不变等等的问题 然后最终其实你可能也堆不到50公分 还有一公尺的面宽其实你就已经将近放弃 筋疲力解 没错 那现在其实有了瑞典的这个 是 你说你继续说我拿 哦真的好轻哦 对对对 你孩子也可以拿 对 那有了这个瑞典的这个 L型防洪板其实对于就是说 快速的一个布防来讲就会非常的方便 首先像这个50公分高 是 以我们组装 平均一个人一分钟就可以安装至少10公尺 哇 对 一分钟10公尺 对 很快 对 超快有效率 对 那你如果说 如果说在于大面积的布防 其实大概两个人一组的话 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至少可以装100公尺 那你要想过去我们可能要装个10公尺 跟50公分高的一个堆沙包的一个这个 挡水面其实就要耗费掉不少时间跟能力 对 那不管是民间 就是说自家门前做阻挡 或者是可能机关单位 或者是一些抢险单位在做一些防训的布防 其实都非常的耗费时间跟能力 对 那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挡板 它的特色是首先 它非常的轻 搬运容易 然后不受限说今天只能使用在特定的区域 其实我们在各个场合都能应用 只要确定地面是比较偏硬直 然后稍微平整一点 不用完全全屏都没关系 不要是有坑坑洞洞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组装非常快速 等一下我会展示组装给各位看 然后平常还可以堆叠 堆叠叠放 这样可以叠很多个很高 然后不占什么空间 然后你如果稍微数量再多 你还可以像立放式的 哦 我知道 这这样也摆起来也很漂亮 对很漂亮 然后再加上因为它非常的经久耐用 你不用担心说风吹日晒 然后它的材质是不用担心说可能因为日晒酒会变质等等 然后这些都不用去担心 时尚家具 哈哈哈 重点是它又很美观 对啊 传统你可能是像大楼社区你要装那种固定式的闸门 固定式闸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首先它不美观 为什么 因为你就算把板子全部都卸走 你还是左右两边还有两个滑轨 没错 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会饮水 哈哈哈 其实你屋主最讨厌就是让人家知道你自己家会咽水 嗯 你说哪一天你房子要卖 你肯定卖不到好价 嗯 对就是买家看到那两条首先就要给你砍个 嗯 就算为那个大理石材太厉害 没错 想一下这平常是淹水才会装闸门 对对对对对 对 那其实有这个闸板 那这个L型挡板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也相对就是美观 那我们在扣盒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左边它一定是要组装是由左到右 由左边组装到右边 对 好 你就是左边的卡榫对到以后呢 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扣的地方 好 这边对到 然后顺势抽拉过来 好简单哦 就装过来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可以卡进去 扣 然后 然后它会锁起来 对 好棒哦 它这个弯形板可以针对地形的变化 去做一个调整 如果说 你们大面积的布房 然后可能有遇到一个坑洞 或者是建筑的柱体 需要做一个快速的转弯 好 或障碍物去做一个那个 都可以透过它这个弯形板 去做一个快速的变化跟调节 那拆的话也非常简单 拆的时候就相反 好 你就是同样的步骤相反 压一下然后 推 推到底 提起来 好 真的很轻松 那你就把它放在旁边 所以其实在 如果说 比较宽 数量比较多的布房 就是两人一组 好就是 很会装的就专心组装 对 另外一个就在后面慢慢的收 它推着推称慢慢的收 对 所以其实非常方便 两个人就可以了 对 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请秘书长 他什么 所以我现在 我要来刚刚的东西再做一次 对对对对 好哦 做得笨拙请原谅我 不会不会 好对 然后从这边 对 然后这边稍微压一下 然后抽过去 对 然后把它卡起来 对 哇 好容易 好 而且 感觉在玩什么大型的玩具 好赞哦 一小一小一小 这里 对 拉一下 对 好 我的作品 哈哈哈 对 然后你看它很轻 就是一个人也可以搬 好哦 然后像这样子的东西 快速简便 而且又是很漂亮 对 那这是50公分高的规格 所以其实像过去民间 或者是说我们一般住家 甚至传统可能 只是需要说一个 基础的一个防汛防御 其实50公分高就已经足以做一个 基础性的一个挡水跟倒水 了解 那它等于就是在取代沙包 对 那今年就是瑞典又有在做出一个 推出一个一公尺高的 一公尺高其实就是也是同样的概念 它也是其实基本上就是大概一个人 一到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10公尺的组装 那像这个要怎么 一般民众要怎么去购买呢 或者是 地方政府他们如何去购买 目前当然我们其实服务蛮多企业 当然还有包含公家机关 政府 政府 单位 那民间的一些 不管是 自用 或者是 防汛社区吗 对对 很容易有这个 社区都有倡房 我们都会派专员 然后就是协助 针对需求 针对场域的需求 去做一个详细的评估 跟建议 对 好哦 他非常的方便 就是我这边像各位展示一样 他就是一个这个 闸门 那他最大的特色是 他有65公分高 然后你现在看到黄色的地方是可以伸缩 所以他是可以控制 你架设在 78 门的内径是78到110公分之间 好 他可以因应门的变化 去做调整 那 过去其实当然 可能 大家就是 传统用就是请师傅来丈量 然后你需要做那个滑滚 可能要破坏你的墙体 建筑墙体 然后做施工 所以就很不美光 很不好看 还有再者 你做你就永远 那个闸门都是用在那 但很多人其实 用的也不太会装 甚至就是我讲的 就是可能还是只有 可能男性在处理 有时候女性真的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白起投降 对啊 可能多 帅帅 就像你的老板娘这样 可能有部分啊 不是全部 对对对 那现在有这个其实就是很激动 很方便 就是说 他架设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快 那他有贴心的设计 这样子一个提板 那这边当然是饮水面 当然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牌子是 Dame Easy 它是一个 我好喜欢他的名字 对 他有外国人的那个 对 就是口头残的 对 对 Dame Easy 对又符合他的这个挡板 很好记啊 对很好记 它是一个爱尔兰的品牌 爱尔兰设计的 那 他的闸门其实非常的结实 非常 挡水效果非常好 坚固 那还有贴心设计这样的提板 所以你 你只要确认你要架设的地方 宽度大概在这里 那后面有那个调节板 这个调节法就是控制他的 黄色地方的伸跟缩 那我现在就是要靠这个调节法 从外支撑 你会发现越来越紧 就代表他已经 好 这样就已经架设完成 这样就已经做到一个挡水 它有多稳固呢 哇 真的 然后他是靠左右两边 他当然这个是黄色的地方 就像千斤鼎一样 他支撑非常的厚实 那最后呢 他这边有个充气阀 因为他在 挡板的 外圈 就是放在左侧 一直连接到底部 他有一个三面的一个充气圈 他是靠这个在做一个 最后的补向 那这边就是充气的一个压力表 就是说这边是在于说你加压的时候 因为他里面就是像 像脚踏车胎 是一个轮胎 所以呢 加压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表 就是说你不能让他超过这个绿色的 区域 为什么 因为就像吹气球一样 我们如果一直猛灌猛气 最后那个气胎会爆 所以有这个压力表 就是让你去 去注意说 哦 你不要 不要过度灌气 要不然那个 那个气胎就会爆 但是就算 气胎临时爆了 对你主要阻挡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他其实光靠这个就已经 够稳固了 就是说基本上 他的挡水水密基本上可以说是将近百分之百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 防汛设备是有办法做到滴水不漏 但是他可以几乎说是可以水密限制99.9 有收 然后你就可以收了 对啊 可能是放在门后 对就是做一个 很赞 就一个示意这样就收起来 就收起来 然后要用的设置也拿出来 所以其实 我们代理的这种机动灵活 的防汛设施都是一样 很大的原则都是可以重复使用 然后免施工 然后单人就可以组装完成 现在这种 对 气候紧急状态 然后这种急降雨 所造成的灾害 就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说自本 就是说 但是就是我们能够缩短这个治标的时间 节省治标的能力 对 然后让我们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其他 也许我们过去花太多时间在堆沙包 但我们现在可能 用这一块的时间就相对减少很多 我们可以去 把重要的财务 或者是什么去做 往高处堆 或者是 我们可以去做比较 本来过去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自助之后还可以互助 对 互助 对 谢谢 灾食不狼狼狈 灾食不狼狈